要跟各位談的叫做能源的轉換 還有一個重點叫做發電 第一個就是能源我們講過 能源就提供熱能 那古時候呢 我們有這個罩 不像你還看過沒有 現在有一些什麼懷谷的那個餐廳 擺這玩意 這個罩啊 用木頭啊 然後生火啊 然後以前人很辛苦啊 每天要搞這搞好久啊 然後生完火才能煮東西啊 現在呢 我們就比較簡單的玩 就是後一打開就有了 旁邊的簡便型的瓦斯爐啊 反正就是很方便 然後有效率 活力也很強 然後就比較方便 這叫做 熱源來提供我們熱能源 這個能源主要是 講法要提供熱能 然後現在呢 可以提供一些所謂的 動力 推動一些機器 然後幫助我們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的蒸汽火車 當然是要加熱 然後煮水啊 有水蒸氣啊 但是利用水蒸氣 去推動 然後我們蒸氣氫 然後帶動我們的火車啊 直接往前走 現在的汽車就是燃燒 我們的汽油或者是柴油 然後帶動引擎 然後讓汽車往前走 就是產生一個 動力 一個能量 然後推動 一些機器 在做運轉 那 電能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提過了 電能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轉換成其他的能量 所以在現代生活中 我們常常利用電能 然後利用電 把它轉成我所需要的事情 所以 利用電來當作我們的能源 比如說 這個叫做烤箱的 就是體中熱能 中間是電磁爐的 鍋中沒有教他的原理 產生所謂的窩電流 也產生熱能 然後旁邊有微波爐的 是他產生微波 微波加熱 其他都跟熱有關 只是原理稍有不同 還有通過電 然後來產生一些熱的狀況 來讓我們有運用 那電器用品呢就是要變成 一切都是要變成所謂的動能 這樣就所謂的洗衣機 入放引機 軟碟 硬碟機 裡面都會有個馬達 馬達 電動機 下學期交 下學期交馬達 電動機 給他電 讓他變成會動 轉換成他的動能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洗衣機 入放引機 硬碟 之類 現在應該你們沒有看過什麼叫軟碟機 然後再來就是 那 基本上我們需要電嘛 我們電很容易轉換成其他能量 所以現在生活就 利用所謂的電 去達到我要的目的 那誰給我電 現在最好就是 我們有個發電廠 在利用發電機 發電機下學期要交的 發電機下學期要交的 然後呢 然後產生電 然後再透過輸費電信 等一下會提到他 出現線路 送到我們家 然後轉換成 生能 光能 熱能 什麼什麼什麼 這類的 到我們所能夠應用 滿足我們生活的需要 那發電機就是這個 下學期在仔細交 就所謂的感應電流 下學期交 他就轉圈圈了 他們有個磁鐵 現在磁鐵裡面轉圈圈 然後轉圈圈的時候就會產生電 然後呢 怎麼回事下去再講 然後這個是這種所謂的感應電流 所以他就是 轉 轉是所謂的動能 所以動能變成所謂的電能 所以剛剛跟馬達正好相反 馬達是給我電那麼會動 是電能轉成動能 這個倒過來 我讓他會轉 轉動產生電 然後這個下學期會跟蔣介石下學期的重點 如何能夠發電 如何產生電 這是國山下學期的重點 那 基本上呢 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家庭設備 都可以當作是一個能量轉換的工具 一個機器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給我電 轉成熱 你給我電 轉成光 或者什麼樣 當作是一個 能量轉換的過程 所以呢 電視機有喇叭有印象管 給我電 那個螢幕就是所謂的光 光能 喇叭就是聲音 就所謂的聲能 所謂的聲能 所以給我電能 轉換成光能跟聲能 日光燈呢 會亮 光能 給我電 然後變成光能 那有一點點會發熱 所以有一點熱能 有一點熱能 如果是白色燈泡 發熱會更多 烤箱 烤箱 這個烤箱 這裡寫個各 各式 現在的電熱器 種類很多種 不一定 這個是比較古老的那種 比較古老的那種 古老的那種 烤箱 然後通電 電阻大 我們以後交道 然後發熱之類的 洗衣機呢 就會要轉 要轉 要轉 要有個動能 要有個動能 給我電 然後轉換成動能 這都是一個簡單的想法而已 那 電能 剛才講的電能的律用 就是給我電 然後轉換成各式各樣的能量 所以家電設備 可以當作是個能量轉換器 那首先呢 我們需要一個發電廠 透過發電機 然後讓我們產生電 然後發電廠 讓這個電能再透過 輸廢電線路呢 送到我們家裡面來 然後到我們家裡面 然後呢 這個電就去做各式各樣不同的事情 可以去 給日光跟發光 主要是光能 可以去給烤箱 主要是所謂的熱能 可以主要給馬達 就產生主要是動能 就是這樣 所謂的電能轉換 這只是很簡單的告訴你說 我們要用電 因為電很容易轉換成其他能量 然後等一下再跟你講說 我們去發電的狀況 等一下的事情 OK